好 焦点转到台湾重大空难 复兴航空G1222 在澎湖马公机场 撞落的时候 疑似天后不佳 重衰之后 重飞失去了一个联络 就坠机了 造成是八个人死伤的一个惨剧 而面对悲伤的一个悲剧家属的家属 天灾人祸 到底是谁的错呢 而今天的新闻广小禁单元 东森新闻就要带观众朋友 直及灾难现场深度分析 附近航空台湾时间23号晚间 发生重大空难 失射飞机从高雄飞往澎湖 ATR72型的客机 在准备降落马公机场的时候 疑似天后不佳 降落失败要求重飞 却失事坠机在机场附近的 西西村地面居民有五个人轻伤 在机上五四名乘客加上四名的机组员 十人重伤 48人罹难 独特新闻团队第一时间挺进现场 直及搜救过程 拿着大型电锯把飞机残骸切成小块让住通道 方便搬运也方便后续救援 搜救人员开始清理现场 持续寻找遗骸 陆续找到的大体 抬上担架 送上救护车 踩在残骸上 搜救人员心情很沉重 因为看看碎玻璃四散 机身被撕烂成了片片废铁 涂着复兴航空logo的机翼讽刺的插在民宅 就像投降的白旗 许多被巡货的遗体因为严重撞击并不完整 搜救人员要客难的用粉色塑胶带装起来 之后才能靠DNA资料库辨别身份 如果气候非常的差 怎么还可以容许那个飞机回回来就不知道 想不透 真的想不透 因为失事的这架复兴航空编号G122的 ATR72型双引擎客机 原本就因为台风延后了快两个小时 才起飞 预计6点11分就要抵达澎湖 却又因为天候不佳 空中盘旋50分钟后才开始降落 没想到第一次降落不成功 7点06分 机长跟塔台说要重飞 却失去联络 两分钟后被发现 坠落在距离马公经常跑到 一公里远的西西村 不久后更发生了第二次爆炸 可以可以 上班 从23号晚间搜救至今 救出了10名生还者 剩下机上48名乘客 却都不幸名难 到底是人为还是机械疏失 已经被找到的黑盒子 将能还原关键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而这起意外夺走48条人命 看起来像是失速中摔的飞机 机身不堪重击 还有爆炸断成了三节 分成了机尾机翼还有机身 其中机身严重的烧毁 残骸大约有两个球场这么大 而现场不只有飞机的残骸 座椅还有报纸是散落一地 旅客携带衣物包括了鞋子 也成了最后一幕 一幕幕残破的景象 撕裂临难家属的心 搜救人员拎着鞋离开现场 没了主人追一堆 被雨水沾湿的鞋子 似乎也在气宿着空难的无情 723晚间复兴飞机失事 让西西村原本宁静的巷弄 成了灾难现场 疑似失速中摔的飞机 断成了三节 橘色的部分就是飞机的机尾 而它的左侧则是飞机部分的机翼 而躺在地上的则是飞机的机身 还有机头 三块残骸相距有30公尺远 碎片飞散的范围 大约有两个篮球场大 其中焦黑的机身 机头重摔地灭 螺旋桨则挂在树上 24号下午机身切割后更是清除可见 载客机舱全被烧毁 螺旋桨机翼只剩单边 但是都已经被炸出了裂盒 而躺在地上的机头 又去变形窗户破裂 管线从里头甩了出来 零件清除可见 厚重的机身成了废铁 甩出来的物品成了最后的遗物 应该安稳舒适的座椅 弹飞到屋顶孤独的仰望着天空 提供乘客饮用的瓶装水 真相被甩出飞机之外 忙着救人的警消根本没空整理 您可以看到在乌瓦残壁上面 其实有当时候有很多的报纸 就是散落在乌瓦上面 这些其实都是飞机上面的一个部分 印记着7月23号的报纸 记录着哀伤的这一天 但是飞散出来的还有保留机会 卡在飞机里头的行李 几乎都被烧到焦黑 好不容易一名海巡人员 终于找到躲过大火的iPad 和随身衣物 另一个人手拿着小朋友的鞋子 但是另一只不知去向 小主人也已经不在了 而这些原本是快乐旅行的行囊 瞬间成了遗物 救难人员小心翼 希望能够保全物品 一夜的风雨后 台北往返澎湖的飞机再度起航 但是看在搜救人员 甚至是家属的眼中 对照着破碎的机体 翱翔了飞机不再逍遥 反而是一股刺痛又难耐 东新闻综合报道 黑暗中看见人线官辉 而这起空难只有十个人幸存 其中有三名分别是 在澎湖海军服役一对情侣 严婉如还有蔡佩如 另外一位是十岁的女童李伟彤 原来当时这一对情侣在逃生时候 发现呼吸微弱的女童 他们一把将她给抓起来一起逃生 三人后送到台北马街以及高雄长庚医治 所幸三人现在都没有生命危险 昏迷躺在单架上 十岁的小妹妹李伟彤一早被送上救护车 她的妈妈站在一旁抱着弟弟心急如焚 而身穿白衬衫的父亲是特勤人员 曾经替前副总统吕秀莲开过前倒车 她拿着包包神情紧绷 三人都是一早搭击到澎湖 要带历经空难 幸存的李小妹妹回台一致 妹妹当时是跟谁一起搭飞机啊 奶奶和堂姐 奶奶和堂姐啊 那是要来澎湖 奶奶入堂 十岁的李伟彤家住桃园 暑假跟着堂姐去澎湖奶奶家玩 奶奶心疼宝贝还先行飞来台 再带两个孙女一起前往澎湖 没想到23号晚间搭上死亡飞机 祖孙三人只有李伟彤活着出来 那因为病人她有吸入性的情况 所以必须要在烫山病房观察一段时间 不过你一定好奇飞机坠落瞬间 女童为何能奇迹生还 全都得靠这对情侣党 躺在担架上被送到高雄长庚 她叫做严婉如 目前在澎湖服役 意外发生当时 她跟同样也在澎湖当事官的男友 蔡佩如都在飞机上 两人冒险从残骸中爬行出来 发现了李小妹妹也在残骸下呼吸微弱 两人忍着伤痛把她救出 但自身情况也不好 严婉如颈椎脱臼 还疑似硬脑膜出血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她母亲全程紧跟 慌慌张张进入急诊室 男友蔡佩如全身挫伤 医师怀疑可能会有血胸或是气胸 必须入院观察 庆幸的是三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这对情侣搭击遇难逃过一劫 黄万中还救了不认识的十岁女童 也成为这起空难中 最让人欣慰的正面力量 总能新闻谢一轮正式新 在澎湖采访报道 而这起重大的空难意外 国际媒体包括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日本NHK都高度关注 CNN更特别引用东森新闻画面 以突发新闻方式及时报道 不过现在国际媒体要问的是 为何飞行当天明知天后不佳 却还要飞行呢 究竟是谁下的指令 台湾复兴航空拒毁消息 国际媒体同步关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 更引用东森新闻画面 几乎节节当作重点新闻报道 法国雅虎首页也将复兴航空 追击当成头条 报道两名法国乘客不幸罹难 不过很多国际媒体 关注的焦点都是 台风和追击是否有关 日本曾经新闻以台湾坠毁班机 为何台风天还要飞行为标题 美国华盛顿邮报也质疑 台湾坠机数十人罹难 气候是关键因素吗 而CN气象主播拉莫斯 同样在个人推特上 秀出气象图 说明复兴航空追击时 麦德姆台风雨带就在澎湖上空 此外美国气象公司 Accuera的分析员萨格尼亚尼 更在推特上大喊不可思议 对于飞机在这样的天气下起飞 似乎相当无法理解 CN气象主播显然满腹疑问 博士是原因到底是不是天气人的货 尽管不排除其可能性 但飞航专家说目前还不能百分之百断定 一切还有待正式的飞安调查报告出炉 才能还原坠机的真相 东森新闻许经等有情报道 详尽的新闻分析之外 为了方便观众随时把东森新闻带着走 新闻广角镜一系列单元 现在也能在手机上收看 观众只要到Apple的App Store 或者是Google的Google Play 下载东森新闻每周APP 就引入专题报道选项 就可以欣赏所有的深入报道 消息的重点要告诉你就是 去年爆发偷放重金属废水 还被热令体验的日月光 一次再度偷放废水被抓包 马上回来